继续来看到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确诊 败票形成中断 不过今天在脸书公布了竞选团队 包含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前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还有议员陈丽娜都在名单之列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确诊 败票形成中断 选战脚步没停下 脸书公布竞选团队名单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荣誉主委 高雄前副市长叶匡时担任主委 立委吴一丁担任总干事 农会理事长肖汉俊 前议长庄岐旺出任执行总干事 前立委黄昭顺担任总协调 发言人团队召集人则是议员陈丽娜 贺之恩市长直接打电话 邀请我来担任发言人团的召集人 发言人团的部分还会有好几位的年轻的伙伴一起加入 只不过贺之恩曾因证件问题 被认为切割韩国瑜引发不满 如今竞选团队韩家军色彩浓烈 也让绿营质疑颇有拉拢意味 把韩团队找回来 重新营造当时韩国瑜市长所制造的韩流的味道 我认为贺之恩这样的起心动念 其实对他选战一点帮助都没有 贺之恩竞选团队公布 看看对手高雄市长陈其迈 一如既往情跑施政 甚至获得蓝营肯定 获得肯定难道陈其迈拔装成功 蓝营议员邱于轩赶紧摇摇头 要大家别误会 不要误会不是说陈其迈拔装成功 我骨子里都是蓝的 他今天来代表队这边的重视 我肯定他 就连市政成果都能获得对手赞赏 面对陈其迈 克志恩恐怕还得在家拔劲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